以農村為目標的雪量工程 今年1月首次納入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這意味著此項工程的推進將進一步提速 根據中共官媒報導 所謂的雪量工程是以縣、鄉、村、三級宗治中心為指揮平臺 以宗治信息化為支撐、以網格化管理為基礎 以公共安全視頻監控聯網應用為重點的群眾性治安防控工程 簡單來說就是利用群眾各家各戶的信息系統為基礎 通過視頻監控步點 形成針對農村地區治安防控的監控項目 而之所以稱為雪量工程 官媒聲稱是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中共法治日報今年2月報導 根據13.5規劃 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 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食可用、全程可控的 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 官方宣稱 這有助於為鄉村提供良好的治安環境 但不少民眾卻對此感到恐懼或氣憤 中共去年推出天網監控系統 在各大城市加裝了超過2000萬個能識別人臉的監視器 瞬間掌握路人身份 如今這個雪量工程又加入對農村的視頻監控 它實際上應該是天網的一部分 只不過這個項目現在是越做越公開了 到村一級的最基層的管理機構 都安裝了攝像頭 做到監控無視角全覆蓋 這個也是中共所希望的監控管理的模式吧 他說的是為老百姓的利益導演 我說不如是為他自己的政權 或者說自己做的虧心事來監控老百姓 他就想盡辦法來對付老百姓 這是很明顯的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說 廣東企業美電貝爾聲稱 研發了雪量工程平臺系統 利用家庭電視機和智能手機 推動視頻監控入戶到人 實現人人可監視 處處可監看 時時可響應 網民們對此系統感到震驚 一位微信用戶稱 太恐怖了 表面上該系統可用來監視自己家庭 是否被人入侵 但實際上公安可通過該系統 監控家庭成員在室內的一舉一動 而據台灣媒體報導 雪量工程的驚人之處 在於同時提供了農村民眾 透過家中電視與手機連結監看 即發揮老大哥式的全民監控效果 還讓所有農民當上眼睛血亮的抓耙子 個人隱私蕩然無存 福建民眾王女士質問 老百姓有什麼好監控的呢 當局不如把這個時間花在讓老百姓放心 制定好的制度來保障老百姓的權益上 如果說一個好的制度 它需要你們花那麼大的精力去監控嗎 這個國家現在我就覺得很無疑 他們的那種自國的思想 可能都畸形了變態了 就把一切精力花在監控這個人的原型幾度 這要有多大的工程啊 那你有這麼多財力物力 為什麼不解決老百姓的問題啊 到處都有冤屈冤案 山東省林夷市平易縣是雪亮工程的發端地 而在四川 據當地宗旨辦數據 截至去年12月底 四川省已完成14,087個村的雪亮工程建設 新莊監控探頭41,695個 古河表示 中共監控的目的就是為了保政權 要防範民眾的反抗於未然 但這些監控手段能否達到目的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僅僅對一部分民眾進行監控 他們可能會恐懼 但如果這種監控用到了全民身上 被全民所知 那國民就會認識到這是一種罪惡 到時大家該怎麼樣做還會怎麼樣做 但是沒有... 雅砺 都沒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